越来越大 这个球传过去安打 张大山昨天打点中断过今天的第一个打棋呢 就挥出了一支传过那些房间的安打 哇 很可惜啊 昨天张大山这个连续场次打点停在也是很不容易的九场 过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打棋就敲出了打点 我现在对林振峰来讲 这个开个玩笑从这个赛事啊规则的角度 希望这个半局突然之间龙卷锋好了 这一局就不算了才能够取消掉 这一局看起来比较多 左外野方向 打到前一段墙上 还打着这招待三在继续往二雷之后推进 这个打到墙上 这一次真的被风吹响 被风吹回来 所以瞬间你看那个球到左外的上空下坠的速度很快 不过还是打得相当杂质的一个飞球 今天在上台山个人的第二次安打 这个拉起来真没话讲 他本来应该想说过了 所以我太急 我太急最后就是该交易交易 四个打出一只安打连续 加上今天的话就连十二场有安打 但打电中断在第九场 虽然也是十场第二高的一个记录 三游间这个球都穿得过去 张泰山的经济打击的手感 确实也都维持在一个高峰 今天个人的第三只安打 牛队团队的第八只安打 华球没有拐出去 正好从中间跑到外角 张泰山的这个打击过程 这个是硬拉过来的 不一样 勉强去捞一下这个球 有一手曲前接到之后 喘一雷来不及了 王东也很快的做处理 张泰山更是拼命的跑出了一个内野安打 这下一次精彩了 变成一个已出局满壘的状况 像张泰山这一档 是 真的 绝对给他肯定的 那杨东夷处理的其实也很精彩 没有瑕疵 这事实上是张泰山努力跑出来的一支内野安打 对 标准的一个速度的攻防线 也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 最终还是让张泰山跑出了一个内野的安打 现在一出局一三类有人 抓第一个球 找到了右半边相当的深远又坏 守守得比较浅的情形之下 这应该是可以清雷的 张泰山这时候转过二雷要继续往三类做推进 这个球往分类传也难及了 哇 是一支三类安打 蛮刻意做反向的 这个球就本来 就想说打到右外野的方向 新成高位球 三类跑远 回来也没问题 你想要打得那么深远 哇 不愧是森林王子啊 这个 力量真的太惊人 这也是 绝对不是他生涯第一次了 不过是一个 迎单场记录的连续 应该讲就是单场无安打 因为过去有多位选手啊 都是 并列单场无安打的这一项记录 那张泰山过去也有过 你看 右外野刘富豪还追得多远 那边 对 你 就 多分 你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